6月23日 王世玲晒出镜兆 国外豪宅一次曝光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王世玲晒出与闺蜜一起聚餐的画面 几人举杯昌顶 生活很是歉意 其中有一张照片 有网友发现 王世玲所在的位置是知名酒店 住一晚就要花费5000元 可见去入住的都是有钱人 另一个画面中 王月伦喊电出镜 但仔细看会发现 王月伦应该是在别墅里面 不禁让人猜测 李湘是不是在英国购置了豪宅 王月伦特意在国外陪着女儿 去年李湘一直在英国陪女儿读书 但从今年开始 李湘的IP地址显示在湖南 基本没有出过国 如今来看 裴都估计换成了王月伦 王世玲一个人生活在国外父母 肯定不放心 此外 李湘英国还需购买了家具 一个盘子要173英镑 折合人民币将近1400元 不得不说 有钱人就是任性 李湘家用的盘子 普通人也高攀不起 由此来看 李湘估计早已经在国外购买了豪宅 毕竟王世玲要在国外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当然不排出租房的可能 对此 你怎么看呢